你的小说为什么读起来让人犯困 在你的小说中 主角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对手是不是不够强大呢 怎么为主角设计一个强劲的对手呢 什么是对手 两个因为相同的目标展开竞争的人物 就是对手 在一个故事中 对手会跟主角争夺事业 爱情冠军名额 商业机会 甚至是其他的任何东西 三角链也是对手系的一种 第二对手的特点 成为对手的两个人应该势均力敌 如果其中一人在某个领域占据优势 另一人也应该是其他领域的强者 这样做的目的是拉高读者 对两人较量的期待值 使得故事情节更加的曲折 结果也不会轻易被读者预测到 比如一方如果体能惊人 那么另一方就应该智力成群 从未见过有如此浩颜无耻之恩 对手并不是想置主角为死地的人 很多时候对手更像是一个友好的敌人 他们虽然不喜欢主角 但并不是故事中的反派 因为对手并不反对主角的目标 只是给主角制造很多的问题和麻烦 很多时候对手甚至以为自己是在帮助主角达成目标 实际上却是在给主角帮到 对手为什么讨厌主角 爱恋对象喜欢主角的理由各有各的不同 但每个对手讨厌主角的理由却是惊人的相似 一般的小说中对手讨厌主角的理由 通常基于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对手觉得自己跟主角存在竞争关系 第二对手嫉妒主角拥有的东西 不希望看到主角得到更多 第三对手感觉到了主角身上的优越感 只要一找到机会他就想打击一下主角 第四对手认为他阻止主角达成目标才是正确的 他坚信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 而主角的选择才是错误的 那么常见的对手类型都有哪些呢 第一劲敌 劲敌和主角可能有着共同的朋友和工作 但劲敌总是嫉妒主角 劲敌希望主角也能感受一下他的处境 因为主角的生活看上去如此的完美 完美到让人生厌 劲敌总会对主角产生 他凭什么拥有这些 这样的情绪 第二小丑 小丑试图帮助主角 却总是把事情搞砸了 但主角又不忍心苛责小丑 因为小丑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他 最典型的小丑角色 就是绿野仙宗中的稻草人 他时常散架着火走不了路 给主角朵洛西找了不少的麻烦 在去奥兹国的路上 朵洛西经常对他忍无可忍 对他说你别再跟着我了 可是他又会当做没听到 继续跟着朵洛西 第三退堂鼓 退堂鼓是主角身边那个总是说 不行别去千万别的人 他总是不赞同主角做出行动 对一切事物的态度 都显得非常的消极和悲观 他最常对主角说的话就是 你做不到 没人能做到 可谓是主角身边的专业 10级退堂鼓选手 退堂鼓角色从来不敢冒险 也不赞成主角付诸行动 他们总是把一件事的后果 先摆在主角的面前 不断否定主角的想法 让主角甚至怀疑自己行为的正确性 最经典的退堂鼓选手 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了 每一次孙悟空想要去打妖怪时 唐僧就会婆婆妈妈跳出来 劝他不要去 甚至会给他念上一段紧箍咒 发死了 第四操纵者 操纵者总是试图控制和操纵主角 来达成他自己的目标 他会引诱主角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激发主角潜藏的阴暗面 操纵者时常具备以下的特征 第一 他对周围的人极其的冷酷 毫无怜悯之心 非常擅长使用头脑 但是不动感情 第二 他觉得别人都是他棋盘上的棋子 可以任由自己摆布 第三 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 而是将自己的一些行为正义化 典型的这类角色是电影《华尔街》中的葛登盖克 麦克尔道格拉斯成功塑造了这个冷酷贪婪的华尔街野心家 他在影片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他对主角操盘手巴德说 你的价值就在于帮我挖掘内幕消息 否则我会将你一脚踢开 葛登一步步的引诱主角巴德走入贪婪的无底黑暗之中 彻底沦为自己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并将自己的贪婪正义化 他在大庭广众之下 毫无顾忌的说出自己的贪婪宣言 好了 这期关于小说怎么写对手的内容就到这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关于设计对手角色的困惑 也欢迎在弹幕中跟我分享 如果觉得我的写作干货内容对你有帮助 也记得给我一个三连 我是小玲 见证你在写作上的成长 见证你的成长